一块43千克重的钢片被放入工装台 这一刻它不再寂寂无名 而是以磁骑压板的身份 成为水轮发电机的一部分 千里之外 一座名声显赫的水电站将是它的归宿 割州坝水电站长江干流上的首座大型水电站 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万里长江第一坝 40年来 割州坝水电站已累计输出60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相当于替代1.84亿吨标准煤 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这座水电站的光环来自两台全部由中国自行设计 制造和安装的17万千瓦发电机组 在上世纪80年代 它们与原子弹爆炸 卫星上天并称为共和国荣耀 随着理论运行寿命期限的临近 对两台工巡机组的更新改造已迫在眉睫 然而要让机组重拾充沛的体能 设计者面临的难度不可小觑 因为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力 制造能力都非常拨弱 但是它能够制造出来 能够暂时中国的水电制造能力 对我们来见是莫大的荣耀 今天这个任务交到我们手上 不是我们能不能干出来的问题 是我们能不能干得更好的问题 90天 这是机组更新改造的最长期限 人们决心为荣誉而战 转子 发电机的旋转部分 负责产生磁场 隔州霸水电站17万千瓦水电机组 转子直径16.9米 高2.4米 总重约900吨 是当今世界直径最大的 周流转蒋氏水电机组转子 磁极压板准备就绪 磁极铁芯装配开始 作为转子的核心部件 磁极铁芯为水轮发电机提供电磁感应 工程师们需要为转子安装 110件磁极铁芯 单件磁极铁芯长2米 重1.5吨 由1280块高强度钢铁组成 当磁极铁芯被装配成为一个整体 其长度公差不能大于1毫米 当最后一块钢铁准确到位 磁极铁芯装配结束 而更为复杂精细的处理 将由机器人接手 激光跟踪 采集数据 自动寻味 只能呼喊机器人身手不凡 它将磁极铁芯装配后 所形成的上千个半圆槽缺口 一一填平 从而显著增强 磁极铁芯的整体性和刚性 从人到机器人 探接方式的迭代 尽管只是工艺进化过程中的 沧海一塑 但对中国水电装备企业而言 其意义远不止此 标志性的一刻终于到来 完成更新改造的各州坝水电站 十七万千瓦机组 手台转子平稳起步 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作业 巨无坝顺利进入机坑 完成吊撞 浩大的机组改造工程 仍在争分夺秒进行 钢制叶片完成金柱 八米高转轮体虚位以待 今天 他们将共同组成水轮发电机组的超级心脏 转轮 组装任务由这支旅舰提供的技术团队承担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 他们在多个世界级水利发电装备制造中 拔得头筹 这一次 他们将以更加精湛的装配工艺 完成对自己的超越 航车发力 叶片平缓起步 靠近转轮体轴孔 要让三十吨重的叶片与轴孔完美吻合 水平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 精准度看比神舟与天宫对接 转轮的直径 重量与制造难度成正比 各州把17万千瓦机组转轮直径11.3米 迄今仍保持着逐流式转轮直径世界最大记录 改造后的转轮 采用新材质和新结构 大大提高了机组的过流能力 水力效率和抗空实性能 调装实力精准 周孔严丝合缝 范围调整结束 首件叶片组装 齐开得胜 一天后 随着最后一件叶片精准入味 总重513吨的转轮组装圆满完成 为各州把17万千瓦机组更新改造最后的决战赢得了时间 17万千瓦 中国水电装备在滚滚长江上的始发起点 从这里出发 40年来 中国水电装备披星带月 一路出梦 绿色电能奔腾不息 从格拉丹东雪山出发 金沙江一泻千里 开山披流 穿颠交界处 滚滚江水化作一红碧蓝 高山深谷中 屹立着世界再见第一大水电站 金沙江百河滩水电站 双驱特高光霸 高度世界第三 抗震参数世界第一 乌鸦泄洪洞群 规模世界第一 18分钟可灌满西湖 地下动视群 总长世界第一 是北京到天津距离的1.7倍 作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国始终保持着 对清洁能源的旺盛需求 截至2021年 中国水电装机总量已达3.9亿千瓦 占全球水电总装机容量的三分之一 白鹤滩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 1600万千瓦 仅次于三峡水电站 左右按16台水轮发电机组 单机容量100万千瓦 技术世界首创 单台机组每小时发电100万千瓦时 相当于一个现代家庭 250年的用电量 如此动力澎湃的发电机组 其研制难堵 堪称攀登世界水电珠峰 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 中国水电装备企业 进行长达十余年的科研公关 形成了包括机组总体设计 水力开发 电磁设计 高压绝缘技术等在内的 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 和关键核心技术 最高的效率水平 最优的冷却效果 这是我们当时设定的研发目标 要完成白鹤滩的开发 要达到我们的技术目标 你用传统的技术路线 技术方案是不行的 就必须在关键技术上进行创新 电站地下300米处 是巨型水电机组的藏身之所 左岸地下厂房里 身高50多米 体重超过8000吨的6号发电机组 正进行投产前的空转试验 它的目标是 整体摆幅最大值 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机组高速旋转 转速高达每分钟111.11圈 而每一圈转动 都是对机组技术性能的极致检验 感谢观看 全体摆幅最后